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HK01的報導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4月底的時候曾經南下深圳和林鄭密會 到底他向林鄭傳了什麼的聖旨 原來是主要針對三個範疇 第一就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夏寶龍向林鄭講解了中美兩國之間角力的形勢 中央政府關注香港 變成國家安全網其中一個空隙 於是要求林鄭 再次認真地審視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的可能性 即是趨速他要趕快就住23條立法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在意料之中 因為早在夏寶龍和林鄭密會之前 就已經有一大群牛鬼蛇神 建制派那些立法會議員 跑出來猛地吹風 又說要搞街站支持23條立法 最離譜的就是要數到那隻梁美芬 竟然叫香港人要珍惜就住23條自行立法的機會 不要等到中央將國家安全法立入基本法的附件三當中 變成了全國性的法律在香港實施 這些簡直就是不知所謂 基本法23條說明就是要本地立法的 請問你是付什麼件三 然後那群建制派的舊電池 譚耀宗和葉國謙 走出來為23條立法搖旗立陷 最後就是特區政府廢官容官 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都走出來說 就說 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 就是香港的憲制責任 很明顯 23條立法就將會 是接下來這段時間的重要議題 只不過到底立法時機會是什麼時候呢 我就不相信會在 本屆議會餘下任期是夠時間做到的 就算說03年立23條的時候 當時的保安局詐加伊都要搞幾場的諮詢會 來走這個門面功夫 當然你說如果他不走這個功夫行不行 都行 但是你放上議會裡頭 實際上是不夠時間去做的 因為餘下的任期 只剩下大概兩個月左右 最有機會就是在換屆選舉以後 就將23條放上立法會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未來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那麼關鍵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上不了35加的話 你要反對23條 只能夠通過體制外邊的抗爭 如果你能夠35加的話 當然啦 你說中共可能會DQ那些議員 但是萬一中共找不到DQ那些議員的藉口 或者他協於國際的形勢 他不能夠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就可以將議案在立法會裡頭 否決了他 甚至乎特區政府明知道這個議案會在議會當中否決的話 他也不會放在立法會裡表決 當年03年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主動撤回了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 這個35加 為什麼今年這個立法會選舉那麼關鍵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梁美芬提出什麼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當中 作為一個全國式法律在香港實施 就不需要通過自行立法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如果中共是要做的話 神祖就已經做了 他為什麼要等你現在 他為什麼要等你自行立法呢 是不是 03年當時 田北俊 周梁淑儀帶領整個自由黨賭歌的時候 他要做的話 一早就做了 他就是不能走到這一步 是不是 因為《基本法》第23條就寫得很清楚 說是要自行立法的 如果你不自行立法 去搞你自己的那科技的話 基本上就是違反了《基本法》 基本上就是撕破了《一國兩制》 你目前來說就是不能夠走到這一步 況且 美國國務卿蓬佩 我說得很清楚 就說反對就著《23條立法》 因為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所以你就不能夠走到那一步 所以就經常都要推動在本地立法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本地立法的人就有一個藉口 這個是通過民意機關來審批的 不是中共強硬押下來的 你就是要有一個這樣的藉口給國際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談及到這個9月的立法會選舉 夏寶龍就要求特區政府要確保選舉是公平公正的進行 他又引述了一些建制派政黨的說法 說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疑似出現了部分長者的選民被阻撓投票 這個真是好笑 首先要求特區政府確保選舉是公平公正的進行 就找錯了對象 實情你只需要向中聯辦和建制派政黨負責人通傳一聲 就已經是很公平公正的進行 首先來講老人院的選票馬上就不見了 你說要講公平公正 為什麼整天有些所謂的義工會在選舉當日 走去老人院推的基本上是沒有治理能力的長者 然後在手掌上寫了掌心雷的號碼 直接投票 是不是呢 搞哪一科 還有自從實施了全民 一人兩票之後 有一群長者似乎不太適應 又要投地區直選 又要投超級區議會 搞得他們很混淆 那群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多思考能力 所以搞得他們投票的時候很吃力 你知道嗎 還有一些旅遊大巴馬上就不見了 怎麼會一載人走去投票呢 真是奇怪 明明那個票站就設在選區當中 就算下街走去票站 斷猜不需要15分鐘 最長20分鐘好了嗎 要不需要坐旅遊大巴集合那麼多人一起投票 那群是什麼人 上次的區議會選舉 已經被人發現了很多這些旅遊大巴 所以今年9月6日立法會選舉當日 究竟林鄭還要不要實施 這個所謂強制檢疫14天的措施 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兩難 為什麼這麼說呢 若然他繼續實施的話 那就是要回來香港投票 就要預早14天回來 因為你就要避了強制檢疫 如果不是你走出去馬上被人抓 好了 如果你說要不取消的話 即是繼續實施強制檢疫 那分分鐘那些 即是旅遊大巴的票就沒有了 當然他還有一個折衷辦法 就是從大陸入境那些旅客 就不需要實施強制檢疫 但是從外國回來的那些旅客 就需要實施強制檢疫 到其時就是告訴大家 基本上 就是玩到你殘 你海外回來的那些 特意買機票回來投的那些 肯定九成九都是投給黃營的 肯定投給黃絲候選人的 但是在大陸下來的那些 究竟投什麼人 大家心知肚明 分分鐘他會玩這一套都不定 總之他現在要求特區政府要確保公平公正進行這個選舉 到其時他就一定會使盡這些橫手 根本上現在特區政府搞這個 所謂防疫抗疫基金 他也是在玩這個所謂 大灑金錢 台灣來說有個術語叫做政策買票 因為他主要就是針對那些很容易出現翻盤和變天的功能界別 對於他們的支援 比如說飲食界 現在很容易翻盤 有這麼多黃店 張宇人不穩陣 於是對於那些食店有很多的支援 比如說這個批發及零售界 又對那些零售店每一間都扔錢 總之哪個界別容易翻盤變天 哪個界別就有錢收 好了 至於那些市民每人就派一筆東西 今年如果不是選舉的話 特區政府會這樣慷慨解囊還富於敏 我真的不太相信 過去派的四千元 都好像 切他屁股下來那麼痛 而且搞這些申請程序 非常之複雜 但是今年拿那一筆東西 肯定就不需要那麼繁複 只需要按幾個鍵就拿到錢 而且將每個收錢的時間 調整到在立法會選舉之前 無奈 使得那些錢藍的人 就可以在選舉當中歸隊 他就是要搞這些事 蘋果已經揭發了 林鄭寫給中央的那份工作報告 說明 要以疫情來扭轉選情 他現在就是在做這些事 那些什麼防疫抗疫基金 都不是益的員工 是益的老闆 因為在那些功能界別當中 只有老闆 或者是那個公司的授權人 才有權去投票 因為在他眼中的員工根本是臭死 所以為什麼那些員工這麼慘 就是這個意思 他不會對於那些員工 可以支援的 他只會支援老闆 因為老闆有票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再加上今天 內會罵雙包 不惜就是要玩到這麼肉酸 還要加快那些審批的程序 為什麼 因為職壓了太多的議案 萬一讓你這班民主派的黃絲 真的可以35加的話 他到時都很頭癢 到底他要一個怎樣的處理辦法 是不是真的要走到DQ的一步 一DQ的話就會受到很大的國際壓力 分分鐘被制裁不定 所以 中聯辦早派要就這22條來自行詮釋 然後再把他們自行潛建出來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拿出來宣傳 根本上就是要拿來補底 補什麼底呢 就是唯恐這個立法會 在換屆選舉當中 民主派真的拿到35加 真的奪權的時候 他起碼就有這件事來壓住你 他就是要做這些事 好了 第三個 聖旨是說什麼呢 就說要嚴肅地處理港台的問題 夏寶龍就跟林鄭提到 說香港電台英文台的記者採訪世衛組織期間 提問世衛組織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成員資格 是嚴重地抵觸了一國兩制的原則 需要嚴肅處理 所以大家就很明白 為什麼前晚廣播處長梁家榮 要專門發一封信件出來 要提醒港台的員工 做任何節目的時候 一定要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相信就是受到壓力 一層抵一層 夏寶龍就抵林鄭 林鄭就抵邱騰華 邱騰華就抵梁家榮 但從那封信 梁家榮最後引述 新氣侄的那首詞 就知道他是不願意寫這封信 是不是 如果不是他不用引述這句 江頭未試 風波惡 別有人間 行路難 這句說話不僅要勸勉港台的員工 對於香港人來說也是適用 當然 港台的問題 哪有那麼容易解決得到 根本上整個建制機器 就想把港台變成一個官媒 專門就是為特區政府補價護航 要不然他們不需要整天三番四次走出來 批評港台說他收了政府公帑 但是就跟政府唱反調 其實整班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公共廣播 尤其是大陸的官員更加不會理解 為什麼會由政府出資 然後反而監督政府官員 因為大陸沒有公共廣播機構 只有黨媒和官媒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